難得這裡發現一片沙灘 就先挖些沙子再走吧 今天是生存的第五十七天 大家早安啦 前方那個亮亮的東西 應該是海燈籠吧 看來那裡也是海底廢墟 海底廢墟也是有機會刷出一些海燈籠的 看來這附近沒有塵石 那就直接來開寶箱吧 又是藏寶圖 這張藏寶圖不就跟上次那張一樣嗎 居然是重複的 也是啦 在這麼近的地方開到 應該就是那個了 怎麼有塵石游泳的聲音 但是都沒有看到塵石啊 喔有了有了 原來躲在這裡啊 連把吊根都沒有 垃圾寶箱 不知不覺竟然游到我們的村莊附近了 既然都回來了 那我們就回去把身上的東西存一存 然後再出發吧 我突然想到我們沒有辦法做戒符合對不對 是不是要讓特殊商人也可以賣戒符合啊 不過就算沒有戒符合 我們還是可以用終界箱讓自己多帶一些東西啦 只不過想要取得終界箱 也還是要打完終界龍才有辦法就是了 好 在村莊過了一夜 這裡叫睡得神清氣爽 我好像好久沒有躺床睡了 之前在釣魚的時候 為了不會刷出夜魅 我是有躺個幾秒的床啊 一躺就馬上起來 躺一下就當你有睡過了 嘿嘿 馬上就發現了一個海底廢墟 旁邊還緊鄰著一艘沉船 哇 雙喜靈門 不過沉船好像不會刷出吊桿就是了啦 這個箱子有夠垃圾的 沒有吊桿就算了 東西還這麼少 果然便宜沒好貨 才想說離村莊這麼近 就找到一個新的廢墟 結果裡面竟然爛成這樣 來看看沉船裡面有沒有什麼好康的 只有長寶圖 好啦 那些紙也不錯啦 紙也是稀缺資源 那這一個箱子呢 是有一些裝備 不過我覺得絕對不會有用 好啦 箱子拆完就走 結果這張長寶圖也是舊的 該不會方圓千里裡面 就只有那個地方有買寶藏吧 這個廢墟是沒有探過的 又是長寶圖 這真我看都不想看 這一定又是重複的 這裡那麼近絕對是重複的 哇 我沒看錯吧 這裡有好幾個海底廢墟連在一起 那太好了 找到一個等於找到好多個 不過附近有聽到沉屍的聲音 倒是沒看到沉屍在哪裡 這個箱子怎麼又打不開啦 上次我是不是也遇到一次這種打不開的箱子 這個 有觀眾跟我說 那是因為 這個箱子裡面有長寶圖 這個時候它還在偵測附近 有沒有什麼長寶點 等它偵測完了以後 這個箱子才能打開 那上一次那張長寶圖之所以也會是空的 那是 可能是偵測失誤的關係 這是這個長寶圖有紋路的 看一下 說不定是新的寶 會偵測這麼久應該是新的吧 嚇我一跳 可惡的東西 走開 不要打擾我啦 真是 欸 又一隻 原來剛剛你們在很遠的地方 現在才靠過來是不是 好好好 要打架是吧 奉陪啦 哈哈哈哈 喔 沒完沒了啊 怎麼這麼多隻啊 終於清完了 還好沒有拿三叉戟的城市 不然這麼多隻還真難處理 好啦 清光啦 這整個城市的寶箱都是我的啦 哈哈哈哈 唉,開這麼多寶箱沒有一根好的釣竿 今天找了一整天 沒有找到海底廢墟 不過倒是看到一個破碎地獄門 看看這裡有什麼裝備吧 只有香精西瓜片有用 好啦,打火機也加減拿一下 各位觀眾,看看我發現什麼 一個位於海邊的村莊耶 我的地板門快用完了 這個千萬不能放過 帶走帶走帶走 啊,那今天會是我想的那個嗎 那個那個,製箭台 對,門口有一個羊毛的 啊,真的是製箭台 哇,太好了太好了 好啦,我們此行出來目的是什麼 就是為了找釣竿對不對 那要釣竿的目的又是什麼 就是因為我們箭矢不夠 所以要釣一把無限狗馬 有製箭台以後,這些都不是問題了 哈哈哈哈哈哈 啊,果然還是村民靠得住啊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好啦好啦,那有這個寶貝 我們就趕快回家吧 嘿嘿嘿嘿嘿 啊,終於又回到我們溫暖的老窩了 哈哈哈哈 那我先趕快蓋一間新的交易所 來放這個製箭台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想到我們千辛萬苦 找吊竿找不到 居然找到這個製箭台 哈哈哈哈 這個東西是寶貝啊 太棒了,太棒了 以後就有無限的箭矢啊 呵呵呵 那這下箭矢的問題已經解決了 那下一集我們就要去一個更刺激的地方喔 呵呵呵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也可以猜猜看我們到底要去哪邊喔 那麼我們下集見啦 大家掰掰